大马冠冰疫苗接种计划正炉火炉土展开 卫生部针对施打 谁不能够接种疫苗也给了说明 以下四类人士就需要考量是否接种疫苗 包括拥有严重过敏者 孕妇和提供母乳者 冠病确诊者 免疫系统有问题者 在这当中 民众更是好奇何谓严重过敏者 先别惊慌 我们听听医生的说法 假如一个人他是有这个过敏性反应 就是严重过敏性反应 严重过敏性反应包括了过敏性休克 无论你是对于药物或者是食物 或者是这个周遭的任何东西 出现了严重性过敏性反应 严重到你需要送院治疗的话 那么这个群体 你就是被列为不适合接种的群体 它的重点是严重过敏性反应 还有送院治疗 就是你在你以往的过程 你这一生人当中 你曾经入院是因为严重过敏性反应的 无论是什么东西导致的 那么你就不适合接种疫苗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群体 当你在接受第一剂冠病疫苗的时候 你出现了严重的过敏性反应 严重就是很重要 严重的过敏性反应 那么你就不能够再接受第二剂冠病疫苗 第三个就是之前你曾经接受过任何疫苗 然后这个疫苗导致你出现严重的过敏性反应 那么这样的状况 你也是属于不适合接种疫苗的这一群 基本上针对敏感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 敏感一般上是好像打个比方 假如你是对花生敏感 你吃了花生过后 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 你就会全身出现红疹 然后全身发痒 甚至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你呼吸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气管里面 气管它整个已经肿胀 肿胀到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呼吸 甚至会出现低血压的问题 这就进入过敏性休克的状况 这个就是属于严重性的过敏 相对来讲 比较不严重的过敏 可能你吃了某些东西 你身体会出现一些红疹 比较痒 一点痒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或者是我觉得我去诊所 接受一剂的抗阻治安的药物就好了 基本上这个是属于轻微的过敏性反应 严重的过敏性反应是可以致死的 是会导致死亡的 所以严重的过敏性反应的话 就是基本上会呼吸困难 然后甚至神志不清 这个就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担忧跟疑惑是在所难免 因为可能资讯的可能大家获取的资讯 还不是那么足够 我是觉得不需要去担心 假如你能够足够了解的话 你就不会去担心 所以我会呼吁大家能够从正确的管道来获取正确的资讯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COVID-19的这个网站里面 假如你觉得还不足够 你可能可以参考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卫生部也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指南 而且是蛮详细的你可以参考 参考然后你做对比 然后假如你有所不明白的话 你就询问你自己的家庭医生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做法